欢迎来到明星新闻MK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迪丽热巴和龚俊拍戏竟然要电幕板 前者身高168cm 后者身高186cm 除了迪丽热巴、龚俊、安乐船的演员还有 刘雨宁、夏南、裴子天、龙水亭、上新月、秦小轩、白冰可、张仪凯等 虽然安乐船杀青了 但是路透照还一直在网上流传 有网友发现迪丽热巴和龚俊对戏时 竟然电了一块厚木板 迪丽热巴的官方身高是168cm 龚俊的官方身高是186cm 网友纷纷质疑迪丽热巴是不是虚报了身高 要不然怎么会电那么厚的木板 最下面的这张照片 或许是迪丽热巴和龚俊的真实身高对比 龚俊差不多能把迪丽热巴完全挡住 我觉得迪丽热巴的身高有168cm 因为她的木板不算厚 还有女演员和男演员对戏时采箱子的 比如夏图 这个箱子的高度大概是迪丽热巴木板的5倍吧 这个女演员的身高可能不到160cm 而男演员的身高可能超过185cm 当然 如果迪丽热巴虚报身高了 那龚俊也有可能虚报身高了 肖靖腾曾经接受采访时 提到了男明星的身高问题 他表示自己可以将身高报到176cm 因为这样才是按照其他人报身高的方法 每个男明星几乎都会谎报身高 是很正常的现象 肖靖腾的官方身高是171cm 也就是说他可以虚报到176cm 但没有虚报 肖靖腾还表示 周杰伦、阿信、林俊杰这三个人都很诚实 没有谎报身高 肖靖腾还说 阿信本来就非常高 没有必要虚报 另外两个人的确没有欺骗大家 我们再来看龚俊和周也的同矿照 这是他们一起参加山河令的宣传活动时拍的照 不可能踩木板或者箱子 是他们的真实身高对比图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周也的官方身高是165cm 龚俊也差不多能把他整个挡住 龚俊还和刘仁宇一起拍过电视剧 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刘仁宇的官方身高也是165cm 周也和刘仁宇的身高应该差不多高 而迪丽热巴应该比他们高3cm 是没有问题的 大部分的时候 迪丽热巴是不需要电木板的 只是有时候为了拍摄好看才电木板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